那罗进呢 罗进其实一直是一个特别用心的 一直在线 对 他特别让我们惊讶的是 罗进的台词真的是 我就第一次看导演初简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台词 应该怎么讲 不完全生活化 是有一点文学感 这我买一贯的 对 都不是说那种完全是生活 我们也稍微有点韧性的小坚持 就反正我们平时生活说话 我们俩就有点这样 你也知道 你也有点这样 就是有文学性在里面 所以罗进在这个台词度的完成上 非常让我惊讶 老演员不用说 志文老师 连呼吸都是对的 石金明老师 凯丽老师 石可老师 那个微表情的准确度 但是年轻演员这一波里面 他们这一个台词 对于他们过去来讲 确实是个挑战 因为可能过去的台词难度 没有这么大 罗进在这一点 特别让我们惊喜 我觉得罗进基本上 他把我们想 就是写的这个书册 演得更加的柔软 因为我觉得 我们原来可能剧本里的 那个更成熟坚定一点 我自己就想了想 他就是应该柔软的 他就是应该脆弱 他在辨识和找寻自己 然后被摧毁了 自己把自己发配到柬埔寨去了 他原来学金剧的吧 所以他有西班的那个底子 所以我觉得他在塑造人物 他对城市 对就是城市化 他是熟的 然后他在电影 是电影学院的 他是一个演戏太走心的演员 我觉得他已经是完全是 沉浸式的表演 这个也跟对手戏有关系 比如说他很大的一部分戏 是跟朱文对戏 那你想王朱文的那个气场 我曾经一度都很担心说 这个不是会被怕 就担心接不住会被碾压吗 没事 你们这位哦 你们不能犯した 来是我们给 Leo 我自己的戏 都不 Khaled 是 somos我们 那你 1 和 后来 怎么 都不 reappe 我 再来